下一节卡佩王权的崛起 13世纪末法兰西王国走过了卡佩家族成员首次统治以来的漫漫长路 当时他曾被看作是那些更有权势的达官贵人的王掌上玩物 例如在1100年 应不能靠赤裸裸的强制手段来征服 富兰德斯地区的公爵们拥有的家扑军队 比法国国王的军队要多50% 此后的卡佩家族只能靠不同的实力降服他们 特别是他们将自己与最强大全层的较量 集中在王朝的神圣性上 国王和教会利用这一点作为王朝威望的宣传武器 他们聪明地将摩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传统结合起来 使卡佩国王的加冕成为一种祖教的受职仪式 这是一个神圣的仪式 其特点是在此之前的751年至754年 批评王时就采用过的王时的屠游加冕礼 这样他们的统治不仅仅是上帝的恩赐 而且卡佩王朝是上帝指定授权 如同大卫和索罗那样 王家的宣传大力鼓吹圣经中的前人范例 百合花和索罗门王被选定作为王室的徽标 自九世纪 秃头查理以来 504年 科罗维的兰斯加冕仪式 就被视为神佑形成法兰西民族的一幕 后来其精神威望 奇迹般的发扬光大的力量 则归功于在兰斯 接受神圣屠游加冕礼的卡佩王朝 自于阁卡佩之子 前程罗布尔二世时起 王国中流传着关于他具有 触摸即可治愈 裸力病人的说法 裸力是一种皮肤病 通过触摸驱赶国王的恶魔这一说法 是由圣德尼修道院的王朝边年史学家 学派所建立 路易十六和路易十七的亲密顾问 苏格修士特别将王权描绘成 是被上帝施以图有理的 而法兰西人民则由于艺术的安排 成为上帝所选择的层命 路易十六世是1108年至1137年在位 路易七世是1137年至1180年在位 僧侣罗布尔以救世主的语言呼唤 上帝选择了神圣的法兰克种族 作为他的臣民和遗产 法兰西是由一个具有自己特点和属性的实体的观念 开始发展起来 如查理大帝的十二个武士之一 罗兰在十二世纪时 在罗兰之歌中所描绘的那样 这是一个甜蜜的法兰西 法国人不仅是擬人化和几乎是个性化的 而且人们也认为王室是法国的象征 圣德尼学派确定了法兰克王国是以 克罗维归一基督教为起源 苏格修士广泛传播的习将王权视为是法国国王 而不是法兰克人国王的 罪信基督的国王和罪信基督的人民合为一体 卡佩政权的审授特点是任何分建领主都无法以此自居的 使其在行使职权时具有宗主或封建主的地位 甚至最强大的领主也要在其宪章上拥有国王的签名 代表封建等级金字塔顶端统治者的威望仍然有一定的用途 在12世纪的进程中 统治者们自己也越来越善于利用他们的封建地位 以强化王权的统治 1124年要求领主提供40天军事服务的权利被提出来 当时路易六世受到日尔曼皇帝亨利五世和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联合进攻的威胁 采用这种办法路易四世击退了德皇 王家编年史学家很快就将其作为道德胜利而大肆加以鼓吹 在世俗的事务中 国王们利用他们拥有的封建仲裁权 在领主之间有纠纷时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 例如菲利普奥古斯都于1185年收复了蒙蒂迪耶和雅绵 作为介入弗兰德斯伯决案的回报 国王们还没收了因败诉而未能道庭应诉的领主的财产 更有甚者 自12世纪晚期以来 法国国王享有充分的威望 可以自行定夺迎娶任何女继承人 因此在公元1137年 路易七世娶了他的最有威望的大臣阿奎坦公爵的女儿伊丽娜 而1180年菲利普奥古斯都迎娶了 富兰德斯有权势的伯爵女儿 艾诺德伊莎贝尔为妻 卡佩家族起初与傀儡无异 但他们以重要人物自居 自视为整个地区利益的象征 从而逐步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和威望 他们的运气不错 在10世纪晚期和11世纪 欧洲表现出难得的平静 主要的竞争势力正在别处忙碌 诺曼底人正与英格兰人纠缠 较少顾及到西西里岛 热尔曼皇帝的朝廷卷入于藩属 教皇和在意大利半岛的争斗 并对开放东部边界更感兴趣 卡佩王朝幸运的是他们的地盘 位于法国北方中部的主要交通联络通道的枢纽之地 其领土是全法国最为丰饶肥沃的土地 他们甚至在婚姻之床上也十分的走运 余格卡佩创立了在国王在世之时 为男继承人加冕的做法 使选举国王和瓜分遗产的传统消退 而在这上个世纪加洛林王朝时 造成了诸多的内讧 但为了避免有争议的继承 主要的是必须拥有无可争议的男性继承人 自余格卡佩以后的11位继承人 也都设法做到了这一点 卡佩王朝知道如何驾驭自己的运气 他们充分利用苏宗的每一个计谋 从以总领主的地位运用权力到公开的强迫 在他们的地盘和周围的地盘行使权力 在卡佩的领地上旅行 是很难避免城堡歹徒的袭击 或被强迫缴纳买录钱和赎金的 甚至有时国王也难以逃此厄运 路易六世和路易七世 在他们的领地上 镇压了这些极傲不逊的城堡族和藩属 他们控制了巴黎的小领主 将城市建成王朝的首都 八世纪时 王宫建于克里斯或雅琛 克里斯是在查理大帝时期 九世纪时建在圣德尼 突托查理时期在龚比涅 巴黎在加勒林王朝时期 有1.5万至2万人 但卡佩王朝时期人口迅速增长 在14世纪初达到了15至20万人 当菲利普奥古斯都 于1189年至190年间 在首都四周构筑城墙时 巴黎的面积是从前 斯德岛城堡围墙内 面积的25倍 卡佩王朝由于通过长期 持续不断斗争 控制了强大的 央格鲁诺曼底王朝 而焕发新火力 1152年 路易七世修了妻子 阿奎滩的伊丽娜 他很快就嫁给了 昂乳伯爵和诺曼底公爵亨利 普朗达日内 他带走了几乎占有法国全部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的土地 1154年 亨利继承英格兰皇位 而成为亨利二世 领导着从巴永纳 直到特维德河畔 贝里克的以海为界的庞大帝国 所谓的昂热帝国 在12世纪80年代 甚至进一步扩大 当时王室联姻 是布列塔尼 在金雀花王朝控制之下 1159年 可以看到公开的对抗 即历史学家们所称的第一次百年战争 就从1159年至1299年 卡佩家族在12世纪最后几年 摧毁了昂热帝国 菲利普奥古斯都 运用他的一切 掏略颠覆了对手 他鼓励亨利二世的儿子们 与他们的父亲作对 然后当他们继位时 又暗地里搞阴谋 挨个的整他们 尽管在第三次东征时 他站在狮心王查理一世 也就是英格兰国王 一边作战 狮心王查理一世 是1189年至1199年在位 但却早早地从东方返回 以煽动理查德的法国臣仆们 起来反对他 理查德一世也意识到了卡佩的威胁 他在靠近诺曼底地区的领地上 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加亚尔城堡 并于1998年至1199年 与弗兰德斯的鲍德温和平一处 企图将菲利普置于其控制之下 但菲利普却又杀了回来 攻击理查德的兄弟和继承者约翰 约翰是英格兰国王 119年至1217年在位 1199年至1217年在位 1202年时 由于一场琐碎的封地争端 菲利普拿出约翰组织的架子 宣布约翰是一个犯有重罪的仆人 因为他无法对宫中关于他的指控 做出答复 还下令没收了他的土地 他从军事上打击约翰 击败了加亚尔城堡的抵抗 并于1204年将诺曼底 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他于1206年取得了 昂如、曼恩、都兰地区和布列塔尼 还夺得了普瓦图和奥夫涅 英国人并没有文文尔雅的投降 卡佩王朝在法国的北方 特别是在加图瓦和皮卡尔迪的扩张 引起了当地的敌意 约翰加入了菲兰德斯和布伦伯爵 以及日尔满皇帝的反卡佩同盟 在1214年的布文战役中 菲利普打败了联盟军 随后签署了西农协议 迫使约翰接受了卡佩的管辖 13世纪时在菲利普的继任者们 即路易八世、路易九世 或称圣路易、菲利普三世 和美男子菲利普四世的统治期间 战争绵延不断 路易八世是1223年至1226年 路易九世是1226年至1270年 菲利普三世是1270年至1285年 菲利普四世是1285年至1314年在位 总摆继续向着对法国有利的方向摆动 在1258年的巴黎条约中 英格兰的亨利三世承认了对卡佩 对除杰纳以外所有原英格兰属地的兼并 在1299年的蒙特勒伊协议中 又得到了广泛的确认 菲利普奥古斯都打败了昂热政权的反扑 将卡佩王朝的领土扩大了四倍 他的继任者不仅继承了他的事业 而且将王朝的势力扩大到了南部地中海沿岸 在权力熏天的图鲁兹伯爵的广阔土地上 异教徒在12世纪时有着深厚的根基 维尔多派异教徒 其名来自于其创始人李昂的商人维尔多 宣讲使徒的贫困 攻击教会的等级和财富 流传广泛的是纯洁的阿尔比派一教徒 他们集中在阿尔比 科尔卡松和图鲁兹之间的地区 纯洁派教徒相信二元主义 即认为物质世界是固有的恶魔 只有十全十美的精英可以焕伐纯洁的生活 这就使常规的基督信仰和天主教神父 没有多少发挥的余地 虽然反对教会神职人员的运动 获得被教会权力的傲慢尊恨激怒了的精英阶层的支持 但十全十美的美德得到了农民的广泛崇敬 由克莱尔沃的圣波尔纳领导的西多会式布道团 把纯洁派运动扼杀在萌芽中的企图终于失败 120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宣布纯洁派比萨拉勋人还要危险 费利普奥古斯都也卷入了昂热帝国的这场斗争 他公开支持反对纯洁派 但他暗地里支持由西蒙德蒙福尔领导的好战的北方武士阶层 后者在1209年袭击了图鲁斯伯爵以保护异教徒 这个内部的十字军运动以毫无心肝的残暴无情方式进行的 把他们全杀光 一名教皇使者命令北方的武士攻打 贝吉埃使说上帝会认出自己人 得 孟福尔暂时控制了图鲁兹伯爵的领地 但路易八世却拒取了别人在北方的胜利成果 1224年国王从孟福尔继承人手中买回了伯爵的权力 然后在1226年发动了南增带着教皇的祝福 沿途夺取了阿维尼翁 并迫使整个朗格道克承认他的统治 不断增强的对抗最终迫使他们在1229年达成了和平妥协 这是由年幼的路易九世的母后色赠王卡斯蒂的布朗什组织的 阿维尼翁周围的魏奈善县割让给了教皇 卡佩王朝将夏朗格道克的大部分据为己有 而普瓦图和奥夫涅则让给路易九世的兄弟 普瓦提埃的阿尔方斯 路易九世通过1258年 与阿拉贡国王签订的科尔贝耶条约 保住了自己在南方的地位 路易宣布放弃对加泰罗尼亚和卢西荣的宗族权 以作为阿拉贡放弃对图鲁兹和普罗旺兹要求的回报 在西班牙边界 一个过去归加罗林王朝所有 但至少自12世纪以来 就与法国其他地区失去联系的地区 复归了卡佩王朝 这一协议有助于卡佩王朝确定其在伊比里亚的边界 国家和社会 自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初 卡佩王朝势力的地理分布及其协调能力 均发生了很大的变革 由卡佩王朝直接管理的土地激增 余格卡佩享有神兽权力的威望 同时又是西法兰西亚的总领主 与其对比 美男子菲利普则以西欧最大国家的国王而 这种状态 传统的古典利益官被重新的提出 导致了罗马法的发展以及对主权概念的进一步建立 这样王权不仅是分建领主的特权 而且也是对罗马帝国的成绩 他是自己国家的皇帝 正如此话所指 他对贯穿全国的共同利益负有责任 从圣路易开始 这一点已经被纳入了立法权 菲利普二世之所以取名奥古斯都 就是为了要表明从根本上转变王权 这也是王室在造币时所关心的 为了降低其他人住币的合法地位 1266年圣路易引入了较大的银币 他以土耳币的称呼而知名 后来成为法国货币的基础 皇室形象的流传超过了他们最强大的臣谱 并与王国内新出现的繁荣紧密相连 发展大规模的王家宫廷 与奢侈豪华铺赃百阔结合 同样表明王权代表性的变化 例如菲利普五世在宫中拥有5000人 几乎成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 菲利普五世是1316年至1322年在位 公廷的扩大部分 公廷的扩大部分的反映了国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普遍进步 卡佩政权的扩张导致新的官僚机构增加 王室税收收入在菲利普奥古斯多统治的1180年至1203年间增长了80% 王室获得昂热帝国的领土之后更是大幅度增长 Saint Louis和菲利普四世对国家官僚机构发展的贡献由大 会计和档案程序得到了很大的改进 王室管家的书记员被集中到会计院 而其他法律事务的专门人员则由最高法院 也就是国王中审上述法院来进行管理 法律标准由大学培养的法学家制定后 在最高法院内进行广泛的审议 其地位高于各封建领主制定的法规 最高法院的作用在各省则通过被称为执政大法官 也就是领取王家兴奉的法律人员 在南方称为司法总管组成的网络来补充和加强 这类人员长期以来属不定期派遣 但自190年起他们则被指定派为派到固定的地区 同时他们的权力也得到了更好仔细的界定 特别是代表国王并转达国王命令 以监督当地行政和法律的程序时 随着卡佩王朝权威性的扩大 许多实际上限制了中央权力的做法也产生了 其中包括将领土增与王室近亲 并由其控制的习惯做法 名为封地 1226年路易八市去世时 将阿图瓦、昂如、曼恩、普瓦图和奥夫涅 作为增给儿子们的封地 这种转让一般是考虑到如果某一支系中断的话 这些领土将归还王室 他们的后人也持续这样做 这也意味着领地的拥有时间可变 路易九世的兄弟阿尔方斯 于1271年去世时没有子嗣 分给他的广阔无垠的普瓦图封地 于是归还给了王室 另外一个返还的例子则历时甚久 阿图瓦和昂如于1226年作为封地转让 但一个世纪后才返回王室 随着王国行政管理的发展 王室作为司法权原权的观念开始复活 从此不再是仅仅有利于大人物和好人的封建法律大行其道 而是更加公正和易于理解的法律占上分 有一个关于圣路易的值得纪念的可能是神话的故事 将他坐在文神森林里的一棵橡树下 为所有来者判案的事 这个故事在尚维勒关于国王生平的理想化叙述中 被提到之后就一直流传下来 圣路易因其神力而名声大噪 为了表示他的虔诚 他也参加了国内和东方的王国十字军的部分活动 他在国内彻底击败了阿尔比派教徒 正如这个例子所表明的卡佩王朝的崛起 以及不断强调其极权法制的审慎性 也同时伴随着对广泛的不同政见 不同合规行事日益增长的不容忍 像他的父亲一样 他的父亲曾经下令将所有的犹太人从王国中流放出去 圣路易引入了严格的反游措施 对麻风病人也采取了镇压性的措施 确保他们只能在麻风病院 对患病者关紧闭的做法是一种活死人的方式 将他们完全从社会中排斥出去 性异常者也遭到鄙视 妓女与麻风病人的待遇差不多 卖淫被正式禁止 圣路易的继任者则试图采用不同的方法 让妓女置于宗教的监督管制之下 他们被关在城市的指定地区 就像犹太人和贫民窟一样 性是特别令人担心的 而这种担心主要针对妇女 教会改革特别是强调神职的纯洁性 造成了妇女地位的进一步恶化 在宫廷爱情文学中 对女人的理想化 以及对圣母玛利亚日益增长的崇拜 都是围绕着性纯洁而不是放纵 都是有关特例而不是规定 对关心自己纯洁性的教会人员来说 妇女是应当避免的风险 一位教士优雅地将她们定义为奉带 另一位则称她们为疯狗 以男性为中心的神智精英的做法 可能导致某些妇女加入异教徒的队伍 不过看来妇女特别受到认可 男女均可以达到精神圆满的 纯洁教派的吸引 以及一些性观念比较开放的派别 和异教的吸引 妇女总是被排斥在战争和祈祷之外 武士和牧师只能是男性 她们还被排除出组成了国家管理和自由职业的文学精英阶层 却使政府的职业化严重减少了高层女性的影响力 在11世纪和12世纪 教会和国家联合致力于建立新的婚姻制度 婚姻是神圣的 是常用定立契约的世俗方法 封建财产持有的规则 日益史出生贵族的妇女成为封建棋盘上的一枚祖子 她们所带来的陪嫁被看作男性管理经营的遗产体系的组成部分 在另一方面 那些不利于家族财产计算的妇女被遣送到了修道院 事实上 一些来自社会高层的妇女 仍然可以利用她们作为妻子寡妇和母亲的身份 在公共中发挥作用 例如 在男人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情况下 有的妇女继承了家庭财产的全部管理工作 圣路易的母亲 卡斯蒂的布朗蛇 在她儿子统治期间多次去儿子执政 这算得上是最典型的例子 类似的还有一些贵妇人将不利行事转为对自己有利 使他们以宗教规则为跳板 而在宗教有时甚至是政治权力方面发挥了作用 当时 妇女被允许发表意见成为罕见的例外 这一女男人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 这一时期 国家发展的典型特点是产生了新的咨询和代表方法 统治者过去对国家事务仅咨询全城和祖教 他们是封建咨询礼仪的组成部分 1302年 美男子菲利普召集了国家的三个等级 绳职贵族和第三等级或城市代表 专门为此目的开会 三级会议从此成为法国国民的代表机构 直到1789年被推翻 由大造绅士的机构和具有凤两的绳职人员聚会组成的三级会议 成为征求更大范围男性政治团体的实用工具 从而可以获得甚至可以制造对国王政策的批准权 表明王朝希望与法国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和睦相处的其他措施也出现了 召开三级大会征求意见的做法 后来在14世纪时发展到各省 王室还批准了地方法律的惯例 例如尾盲杜瓦地区和波维西的法律在13世纪末期得到了批准 甚至从11世纪起 卡佩王室在批准陈氏宪宪章时就十分慷慨大方 作为接受王室保护的回报 陈镇可以获得财政和法律的特权 王室利用这些政治机制来了解如何与全国的舆论保持一致 而不仅仅是听取封建领主的观点 例如在1303年 菲利普在三级会议提出批准卡佩王朝首次征收长设的税总 对商品征税 同时也包括替代执行军事服务的税总 尽管批准了 但征收十分困难 这表明了国家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财政同样也与早期三级会议争论的另一个内容 宗教产生了分歧 即使罪信基督的国王也不乐意接受干预王室特权的教皇 而森杰的路易九世则坚决捍卫法国教会 因为他自己的权利就在其中 13世纪晚期 教皇的势力发展强大 特别是在神圣罗马帝国权力崩溃和阿尔比派十字军东征结束后 又得到进一步的推动 当美男子菲利普试图提高对教会征税而遭到教皇 布尼法斯巴士反对时 布尼法斯巴士是1294年至1303年时任教会 菲利普与教皇的关系恶化 国家和省级代表都义不容辞地站在他们的国王一边 当菲利普在阿加尼拘押布尼法斯时 这场争论就已失控 教皇因受到打击死在他手中 1305年选举产生了一位法国教皇 他在1309年将皇宫建在阿维尼翁 这是天平摆向了有利于王朝的方向 财政和宗教问题在国王攻击十字军救护团歧视时 也纠缠其中 这一争讨团体开始发展成为类似国际金融家的盈利型组织 为了获得他们的财产和关系 美男子菲利普于1307年用捏造的罪名将他们的领袖逮捕 经过惊心动魄的审问他们被处死 歧视团遭解散 他们的财产被转入宫廷的金库 王权无疑是实用主义的 但他也可能是残暴的